金庸莲成爵也要被翻拍了, 有人能超越六小灵虫的痴人狂魔吗? 闻小小火龙孤陀近年的电视剧, 大多都是翻拍之前的经典, 但有一部经典却没怎么被翻拍, 就是金庸无侠莲成爵, 讲述农家子弟敌人因为生性之嫖, 与被冤枉欺骗, 在历经磨难之后, 终于看穿人是险恶, 回归自然的故事, 该书情节跌宕起伏, 环环相扣, 人物性格鲜明, 据说连成爵是从金庸埋藏心底的, 一个儿时故事发展出来的, 他家有个叫和生的禅宫, 是个残疾的驼子, 小时他发现爸爸妈妈对和生很客气, 从来不唱和生做什么事, 只是让他在家扫地, 抹尘, 接送孩子们上下学堂, 遇到下学, 下午的日子, 和生总是抱着他上学, 是他记忆中一个很亲切的老人, 而和生在年轻的时候, 被财主诬险, 赤雷关进了大牢, 出来后发现父母都以为气死, 而自己微光门的媳妇, 也被财主家的上爷抢去了, 愤怒的他把财主上爷赐了个重伤, 而金庸的爷爷查文青座丹阳之线时, 重申了狱中的囚犯, 得知了和生的冤屈很疼情的, 就在词官时悄悄地把他带回来家, 并取名和生, 在《连城诀》中除了主角迪零和水生外, 还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人, 就是花铁丹, 在电视剧中是由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灵红出演的, 在剧中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面人物, 他贪生怕死, 跪地求饶, 欺凌弱者, 在被困窘骨时, 故是把自己的生死之交露天书给吃了, 被说是痴人黄魔, 之后因贪图宝当被珠宝上的毒牙毒死了, 因为六小灵红孙悟空的形象太深入人心, 很多人都说在看的时候会不会出戏, 但六小灵红的演技让观众看的时候, 一点都和孙悟空联系不上, 不愧是国家一级演员, 这次被翻拍不知是谁演这个角色, 是否可以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, 这次翻拍, 据说, 男主是由杨旭伦出演, 他曾在新社雕灵雄传中出演过境, 得到大众的好评, 把孤敬的老实和纯苦表现得很好, 这次的敌人也是个憨厚, 虎实的人应该会不错, 女主水生据说由宋祖儿出演, 而宋祖儿是第一代水生舒畅的表妹, 这也是一种原因啊, 在拍摄时, 宋祖儿应该也会得到舒畅的体点和帮助, 金融连城爵也要被翻拍了, 有人能超越六小灵童的痴人狂魔吗? 请看,